8月底,一则百万圣诞老人圣诞树被困以乌仓库的消息,折射了外贸企业面临的疯狂的箱子的困境。 如今,上海国际航运研究中心国际航运研究所所长助理郑敬文在接受《正确日报》记者采访时表示, 从市场调研来看,由于全球港口普遍拥堵,陈伯周转效率较低,目前仓位还是处于十分紧缺的状态, 单轮公司宣布暂停海运费上涨可以起到一定的市场降温作用,但实际效果仍有待观察, 预计短期内海运价格还是维持相对高位的运行状态。 郑敬文认为,对通过赛爱台方式出口的获主而言,海运费与其成本紧密相连, 海运费降温对其有较大利好。 对班伦公司而言,目前市场上高昂的海运费与其实际收取的海运费存在一定差距, 且从目前班伦公司盈利情况来看,已经取得了不俗的利润水平。 在各国监管机构及社会舆论的压力下,表明不涨价是一种社会责任的体现, 也能吸引更多客户。 对货代而言,在班伦公司明确表明不涨价的情况下, 如果获主的海运费在上涨的话,那将主要是获代中间缓解加价所致, 因此,获代的利润空间或将进一步被压缩。 深圳市一家定做绣花圣诞帽的厂家的负责人告诉正确日报记者, 每年9月份,10月份是接圣诞商品订单忘记, 当前订单量高于去年,其中80%均来自外贸公司, 您如果现在下单,按照进度至少要等15天才能出货。